我最近在群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到底怎么才能够在外面访问家里的网络设备 还有没有公网IP怎么办 DDNS动态域名到底怎么搞 端口转发 内网穿透 这些怎么用 种种这一类的问题 说实话 作为普通用户的话 真的可以当天书听了 连我自己有时候脑袋都是疼的 那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无脑用的呢 当然 我手里就是前面说的无脑神器 贝瑞普攻音企业主网路由器 别被企业两个字吓到 完全不复杂 简单到发指 我们打开包装盒 里面就是一个12V一安的电源 再就是主机了 这台型号为X5 接口都为千兆 一个万口 四个LAN口 加上一个USB接口 配置方面也很一般 它就是目前WiFi6的一个基础配置 普攻音毕竟是网络方案服务商 买的其实是软件服务 硬件属于送的 还记得我前面怎么说的吧 无脑远程 是的 首先从主网开始就是 买回家 无需考虑家里的原有网络设备和网络设置 我这里强烈建议大家不要把它作为主路由使用 毕竟它配置在那里 你就直接往你家现有的网络上这么一插 就完事了 比如我就是直接插在我的软路由后面 它主打的就是智能组网 输入后台地址 把机器的SM号码注册一下 即可进入到后台管理页面 网络状态以显示为可用了 就是这么简单 视频开始的时候 我也说过 如何让家里的设备在外面的时候随时访问 使得异地设备和家里网络连接 这就是X5的核心功能了 智能组网 其实就是虚理局网VPN 如果你曾经也混迹于网吧 喜欢在各种对战平台和人联机 比如知名的号方 这个号方对战平台就是基于VPN技术的 将互联网上的两个或多个用户 模拟成在同一个局域网内 说人话就是把大家都拉到同一个房间 VPN虚理局域网 其实有很多政府机构 比如铁路系统 包括银行都广泛在应用 由于这些行业对数据安全的高要求 VPN虚理局域网内的数据 都是严格加密传输的 非常适合企业内部使用 那么普工英 到底可以怎么简单的无脑组网呢 好 你打开后台 提示为创建网络 选择前往主网 可以选择自己的主网 也可以加入到其他的网络 选择创建网络 名称大家随意 网络类型 它这里也有对应的说明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就可以了 接下来 第二步就是添加成员 跟着普工英的快速上手三步走就好了 成员分为软件成员和硬件成员 好 我们先来看看软件成员 比如手机或者电脑就是软件成员 我手里的iPhone和一台小米 安装了普工英App 登录即可 选择主网授权 授权普工英X5 这样在后台管理刷新一下 就可以看到它们了 而硬件成员无虚理操作 它就是你的普工英X5 这样一来设备就有了虚理IP地址 可以看到我的iPhone现在是蜂窝数据网络 并没有连接到家里的WiFi 直接就可以连接到家里的这台普工英X5 没有什么过多的操作 简单粗暴 还有家里的NAS也同样随便连接 当然也可以连接家里的Mac电脑 随时随地的访问你需要的文件 除了以上方便我们随时随地组网 访问远程设备以外 普工英X5作为一台路由器 功能上也是非常实用的 包括WiFi设置 DMZ主机 NAS加速等等 还可以对家里的上网设备 进行行为的管理 到底浏览了哪些网站和速度的控制 非常适合企业管理员工上网 哪些设备可以上网 可以上网多久 可以访问的网站控制等等 当然作为家长 也可以用来控制家里的未成年人上网的行为 另外普工英还类置了应用中心 提供花生壳动态域名 无需公网IP 无需端口影射 包括智能云打印 远程开机和一个轻NAS功能的文件共享 每个应用都有非常详细的操作说明 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普工英X5硬件配置一般 毕竟人家只是个网络方案提供商 硬件属于半买半送 更多的是解决客户的智能主网要求 到手后插上即可 无脑配置 免去了用户需要去学习很多枯燥的网络知识 不管你是想要远程办公 还是想要随时查看家里的监控 或者是想要管理孩子的上网行为 普工英X5都能够帮你轻松搞定 他就是那个能让你的网络生活变得简单 有趣又安全的网络小精灵 另外呢 带有2.5G网口的X5 Pro 也会在这个月底上市 对硬件有更高要求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在这里了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